你預計那個油價走勢會怎麼看呢? 譬如說之前外國開戰油價上升的時候 都有些投資者都買了一些油股的 你見到他們去到這一刻 部署的策略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我油價的角度 最近如果是純技術的形態 真的可能是比較差一點的 走到這個 有一點點就是說一個 可能是頭天頂啊 或者是一個密集區 是有機會跌穿之然的 而市場的主力的憂慮也是正確的 因為中國那邊我們看到那個封城 其實是有一個擴大的跡象 如果是它繼續每一個主力的城市 都是擴大去封城的 其實是對於短期的需求 而且我們有所壓抑的 再加上烏黃戰爭那邊 雖然現在都是僵持 我們看到新聞又開始 市場是對於那邊的戰士 就開始頓霸了 我們要做詞語這個頓霸了 對此的感覺就開始不是很大了 就好像打個比例就是 我們之前有100班的感染 都好像很害怕那樣 後來膨脹到數目很大之下 後來回落下來 現在已經沒有感覺了 這個情況沒有一樣的 變成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變成整體對於油價的持續 都進一步來講是有限了 就變成了 值得可以這麼說就是說 在戰爭最高峰或者最危險的 那一刻其實已經是過去了 變成了令到油價也沒有了很大的借口 借了戰士繼續衝上去 那最後就是說 當然我也不覺得油價是沒有大幅的 被崩潰的 所以就是說也都可以這麼說 如果油價可以長期保留在 譬如說售算是85元至100元這些水平 其實油公司的盈利也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我仍然都是覺得買油公司 就盡量可能是買美國的那些是龍頭那些石油 那些公司譬如歐亞森美孚 或者雪佛龍 或者是這個巴菲特的這一兩年的新寵 比如說這個西方石油OXY 那甚至你說我做原油槓桿的ETF 我過去的子浪跌完的 我買一隻UCO的過去反大 那其實做這些這樣的物體 都比做香港這一邊好 就有了 我買的 我買的 說一些 你可以買的 我買的 你買的 我買的 我買的